在日本還有菲律賓 還有包括他自己的關島 去部署更多相關的 這種具有所謂威懾能力的這些武器 讓台海處在一個要和 和不了要戰還不可以的這個狀況 以被未來在應對 假設在產業問題上 中國全面的超車美國的時候 有一些挑釋的空間 用非經濟的手段來打擊你的經濟的發展 還有你的科技的發展 來達成他的一個 對這個世界局勢的遙控跟掌控的狀況 所以這些的佈局 其實都可以看出 它是一個長遠佈局的一部分 這個不會因為美國大選而有所變化 因為這個就是屬於美國的長遠國策 在全球範圍內的各大重要區域 維持強大的威懾能力 尤其以軍事作為威懾能力 來貫徹他在產業上面的整體的佈局 尤其是應對落後的時候 我就用強大的鐵拳 鐵拳來拉回在產業佈局上的一個失衡 所以我想這個是整個 它背後其實比較深遠的意涵 所以我們不是單看它 只是在菲律賓部這個小事 所以實質要看長遠的 但單次的都是一點點 但它的意圖我認為是騷然若接了 就是司馬美之心啊 我想是大家皆知吧 還有一個小事 就可以看著 這個小事